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家的声势并不是特别清楚 由于《三国志位书十四卷》中之字未提 裴松之也没在底下著其他历史文献说明 所以我们对国家具体的出身不是很清楚 不过国家是一个积极的入室者这点无庸置疑 不过他的入室根群 诸葛孔明有很大区别 后者注重中军 辅佐主攻城右事业 完成自己的任务就可以攻城身退 而国家不同 他的积极入室带着极大的功力性 因此他先投 元少 后又去了曹操那里 少年时已有远见 见汉末天下将会大乱 别看这时的国家才弱惯 他的志向倒是很远大 有图谋天下的意思 他二十岁就开始隐居 远离江湖 秘密结交豪杰之事 先与世俗往来 当时很少有人知道这个人 几千年来 大家都在想象着这位聪慧少年的模样 一定是个风度翩翩的君子 他也一定有一双炯炯有神的慧眼 要不他怎么能看穿元少 看透曹操呢 经过一年的准备 他去见了元少 元少是他第一个看透的人 元少是他第一个投靠的主子 他在元少那待了段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 国家一直在观察元少 长时间的观察国家 发现元少此人不靠谱 屈有其表 不足以成大事 对元少的谋称心平 郭图说 明智的人能审慎周到的衡量他的主人 所以凡有举措都很周全 从而可以立功扬名 元公只想要仿效周公的李贤下士 却不很知道使用人才的道理 思虑多端 而缺乏要理 喜欢谋划而没有决断 想和他共同拯救国家危难 建称王称霸的大业 实在很难啊 郭家对二位谋士说完这番话后 就拎包走人了 大家会觉得郭家任性 但是仔细分析郭家的话 他说的一点莫错 这番话首先使出了元少好面子 好模仿周公的李贤下士 却不知道怎么使用谋士 当时许多诗人认为他是前利谷 所以也来投靠他 不过他对于贤士的任用 确实不怎么样 反而让许多没有真材实学的人担任重职 比如他手下的爷梁 被他重用确一刀 被关于结果的性命 他所鄙视的张和 成为了曹操手下的五子梁将 不仅如此做事不决断 无谋无欲见 最后被郭家断言 这样的人一定不能成霸业 结果真是败在了曹操手里 从此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屡次献言神迹妙算 梁秦得木耳其 郭家这个梁秦 为了遇到一个民主 宁愿等待 就这样 郭家一等就等了六年 他的第二个主公就是曹操 曹操字不必说 大家都是知道此人 甚是精明 奸诈 幼时的英雄豪杰 重用贤士 遇到郭家这个有才无德的人 他曾经做了很过分的事情 陈群挺素 曹操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当没看到他做的一些不减点的事情 连曹操这个这么重法度 眼里容不得沙子的人都能宽恕郭家 深受曹操的宠爱为何呢 因为 郭家确实有能力 曹操也是个聪明人 成就地业需要大量像郭家这样的人才 再说郭家一个谋士 什么都不会干就会说话 第一次见到曹操就抛出了一套时胜时败的理论 把曹操说得天花乱坠 主要内容都是解缘上 为何不敌曹操的极点 一个劲夸曹操 曹操心里能不高兴吗 曹操帐下 有好几个谋士 嘉许 寻忧 寻都是才智过人的谋士 识人都是把成语与郭家并称 把郭家放在最后 但是郭家在曹操帐下所做的供 现还不少 当时 各路诸侯歌距易于 虎征天下 在这种情况下 郭家对一个个敌手心理状态的准确判断 便常常成了曹操获胜的关键 建安二年 袁绍写信羞辱曹操 郭家于此时提出的时胜时败的理由 很具说服力 不但振作了曹军将士的斗志 更助曹操拟定了远期和近期的作战目标 也使得郭家稳稳进入曹操智囊团排位的前五名 建安三年 刘备为吕布所破 只得依附曹操 一时间怎么处理刘备成为了问题 郭家献严先留着刘备 以彰献曹操西裁的美名 但同时又看出刘备绝不甘屈居人下 后曹操出兵攻打虎拒徐州的吕布 曹军先破腾城 再败吕布 最后围困下批 就在大家都要放弃之时 郭家提出有勇无谋者若气衰力竭之时 便不久于败王的观点 并一面攻城 一面决堤水眼下批 吕布果真被拿下 曹操从此对郭家十分信任 一般情况下 对郭家是言听计从的 只有一次 没有听他的话 就出了大岔子 在199年放走了刘备 在曹刘主九论英雄之后 刘备担心曹操猜忌 便向刺激脱离曹操的控制 刘备假趁趁元术溃败 主动向曹操请求钱去截击 那时郭家都不在身边 曹操就把郭家放走了 事后 曹操十分后悔 随后 又在关都之战中大放异彩 二百年 曹操大军与袁绍在关都相持不下 曹操担心刘备在背后放自己冷枪 正面的 墙底已难于应付 还要不要留点军力来防备刘备 郭家说可以 并接着到来 袁绍决断犹豫 此时出击毙中 而刘备势力还很弱 先不起大浪 事情果真如郭家所言 在曹操与袁绍相持关都之时 又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传到曹颖 江东豪杰孙策也准备发兵偷袭曹操类于许都的根据地 这个消息无疑是晴天霹雳 许都是曹操的老窝 要是许都沦陷 整个军队就垮掉了 在此紧急关头 郭家居然提出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见解 让曹操不必去搭理孙策 孙策刚刚吞并江东 所杀的都是英雄豪杰 而孙策本人又轻率疏于防备 虽然拥有百万之众 但和郭家寡人无异 断言他必定死于刺客之手 结果又被郭家言中 郭家的神机妙算让众人叹服 203年关渡之战大败而归的袁绍病逝 曹操进攻他的两个儿子 连战连结 曹操想趁胜追击郭家阻止 此时我们要做的就是做官 二元争斗 建议曹操装作向南攻击刘表之势 一代其变 果然曹军刚回到许昌 援军升变的消息就已传来 曹操乘机回军北上 将援潭 援上各个击破 二元一死一逃 因为郭家的妙计 这一仗赢得既轻松又顺利 207年 袁上像丧家犬一样逃入无环 曹操考虑到远征去打袁上 仍不放心在自己背后的刘备 不打算追击的 郭家此时抛出 了与众人不同的意见 他觉得袁上与胡人的 关系一向不错 如果让他过去 一定会助长其势力 而刘表只是各政客只会空谈理论 必定会对刘备有所戒备 郭家的观点一针见血 曹操听罢毛色顿开 立刻进兵辽东 曹操根据郭家的计策 终于彻底平定北方 统一整个黄河流域 以北地区 此行 郭家也与曹操一同前往 历经十一年 终于破敌 但是鬼才郭家在这次远征中去世 对于郭家的死 曹操本人是深感痛惜 不然他也不会发出 息哉奉笑 痛哉奉笑 哀哉奉笑 的哀叹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